天津难遇好主旧 幻情难遇好教学 欢迎来到给肥龙一盒桌游 今天要介绍的游戏是 因此对主游戏还不熟悉的人 请赶快点选资讯卡观看基础教学喔 本教学的设置将同时加入承包商和新工会为主 设置前需要取代或加入的有下面的东西 中央资源板块将赏试 也就是十字架那一片移除 并改成许可证资源板块 放骰前先把黑骰加入 所以放置完之后中央会多一颗黑骰 将赏试和议员的工作方板块移除 并改成许可站和黑骰工作方板块 都取代完之后就做正常的设置流程 另外将6个城市板块洗混 在每座塔楼最上方各面朝上放置一块 余下的面朝下 也就是翻面成有叉叉的那一面 放到大公国对应的城市位置 这个大公国板块要在设置前放在市场区旁边 之后洗混24个专家板块 并抽出5个面朝上放在大公国板块对应的位置 接着看到玩家的更动 拿取一片延伸版图放在自己的版图下方 之后拿取6个承包商放在版图上对应的位置 其实每位玩家额外获得一片许可证 若玩基础面 额外的2个旗帜放在这4个旗帜的左上方便可 以上是承包商的额外设置 而新工会仅有多一个步骤要做 将这些影响力牌自选一叠 抽取一张 替换掉神职人员那张工会牌 这些工会牌可能会有额外的配件 例如钻石就请自行参考说明书的设置 另外有些工会仅能用于承包商扩充 有这个符号就是不能单纯的用在基础游戏上的 下面马上看到两个模组的个别规则 首先看到新工会的部分 简单来说就是会有额外的能力可以使用 例如珠宝工会可以购得钻石 钻石可以替代为所有的材料 会让游戏有更多的策略选择 其他工会的效果请自行参考说明书 只要记得被取代的都是那张神职人员工会牌 就可以了 接着马上看到承包商的规则 在承包商模组中 除了安装音架、新建建筑 和资源采买这三个标准行动外 还增加了雇用专家这个第四种行动 在雇用专家的部分 拿取自己面板最左边的一个承包商 若拿取的承包商下方有符号 立刻获得对应的资源或动作 之后将所拿取的这个承包商 放到大公国版图上 一个没有叉叉区域的地方 并且支付N个许可证 N为此区所有已存在的承包商 包含自己刚放下去的这位 然后支付两元 从相邻的此区的两个专家板块 选一片拿走并补充新的 将拿走的专家板块 放到自己面板右下角的黑彩区 若此区已经有专家板块 就将这片面朝下放到旁边 不启动上面的效果 放完之后就放入这块新的专家板块 到这个黑彩的点上 若此玩家此时无法或不想支付这两元 一样要拿取一片专家板块 但所拿取的板块要直接的移除游戏 另外若玩家选择的点是莫斯科 则可以从5片专家板块中自选一片 而专家板块有几个要讲的规则 首先黑彩与白彩一样 不论是哪个玩家 皆可以透过支付N个钱币 并顺时针多走N步 当资源采买选择黑彩时 玩家可以启动黑彩区的专家板块 专家板块效果 请自行参考说明书的第14页 这边也列在画面上面 有需要请自行暂停观看 使用完毕之后 就将这个专家板块面朝下并放在旁边 专家板块有6个颜色 于游戏结束时每组不同色 根据数量会获得画面上表格这个声望分数 也就是大格的 每个玩家可算多组 例如画面上这样就是4加1声望分 再来是完成塔楼的额外规则 当一座塔楼也就是一篮完工时 做完原来的动作后 每位玩家统计自己这篮的旗帜数 并将上方的程式板块 翻面成XX那面朝上 然后放到大公国的对应位置 代表此位置此局再也无法放置承包商 然后将此点自己承包商的数量 乘上刚刚算的旗帜数量 玩家个别获得这么多的赏识分数 赏识分数就是十字架小格的 另外游戏结束时尚未完工的塔楼 不会计算其乘式分数 最后是许可证的两个细则 许可证不会与资源仓库护卡 而是放在延伸版图上 但还是会有库存的限制 另外玩家在自己回合任意时刻 可以扣一个声望分 也就是大格的分数 获得一片许可证 以上是两个模组的所有规则 下面看到单人模式加承包商的变化 在设置时 多设置一片承包商板块 并且加入一片黑骰的工作方板块 起始时NPC的分数 放在三声望分 NPC标记放在 NPC起始认领教堂的最上方 并拿取NPC的一个承包商 放在这一栏的程式上面 而增加的规则有下面两个 每次NPC装阴架的时候 就将NPC标记移动到对应的塔楼顶部 当NPC执行雇用专家时 将一个承包商 放在NPC所标记的程式上 这个程式相邻的两个专家板块 都会直接给NPC并补充新的 另外除非可以无偿的让NPC获得分数 不然NPC都不会执行 专家板块上的任何效果 且拿到专家板块后 NPC如果拥有同色的两片 就将这两片都放回抽袋中 另外NPC若要放置承包商到莫斯科 则将拿专家板块 改为直接获得一点神望分 以上是单人模式的增加规则 最后看到游戏的推广板块 在繁体中文版中额外附赠了 4片推广用的特殊工作坊板块 其规则如下 在设置时从伟加开始逆时针 4片中挑选一片 放到自己的面板旁边 余下移除 而推广板块的规则是 当玩家要设置音架时 拿到工作坊板块后 可以选择直接移除这个工作坊板块 并改为放置自己的特殊工作坊板块 放置的费用并不是格子上显示的费用 而是剩于N个空的工作坊格 就要支付N元 例如玩家若讲到第一片 就放置这个特殊工作坊板块 就要支付6元 特殊工作坊板块列在画面上 有需要请自行暂停观看 其中钻石就如同工会效果一样 可以当任何剑材使用 以上是圣瓦西里大教堂 承包商的所有规则 下面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 圣瓦西里大教堂 承包商是一款有趣的扩充 增加了大量的工会 丰富了游戏性以及耐玩度 而承包商虽然较为复杂 但也是让已经熟悉基础规则的玩家 能多个策略的路线选择 若桌友们觉得圣瓦西里大教堂已经玩透 那一定要加入这个扩充玩玩看 这次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请帮忙按订阅 喜欢和留言 每个礼拜二晚上 给飞龙一和桌友频道 都会有新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